第三個有沒有安裝 就是Android SDK Builder 2 這邊有一個install 如果你沒有裝這個的話 我印象中他不會自己幫你產生大R 如果沒有自動幫你產生大R的話 那你就後面 即便是你在畫面上設置好Witch Safe他也沒有大R 那你就後面就沒辦法寫好寫程式 所以基本上這個一定要檢查看看有沒有 基本上好像都是問題 而且這個是 這個是後面的SDK才有這個東西的 早期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之前好像剛好 前幾個月去 帶上這個東西上課的時候就遇到這個問題 我也摸不著頭緒 以前都沒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 後來 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學生自己弄一弄 然後跟我講 老師這個要裝起來就好 我才知道原來有這個東西要裝起來 舊的版本就好像沒這個問題 新的版本就有這個問題 Builder Tour要打勾 打勾之後呢 那你看看 你在畫面上 再興建看看 然後Safe看看有沒有這種產生 再重新再做一次 要不然 對再做一次 要不然可能就要重新review 重新再興建一個專案 重新再建應該就OK了 那這個大R的話 自動就會產生 你也不要 盡量不要去跟動它 你大概知道說裡面有這些東西 那也就是說你建立好一個 B01 它自動會幫你產生一個 對應的一個ID 那這個ID是unique的 就是 不會跟 別人重複啦 所以他就從 這邊對照表去找到 你的這個 畫面上的那個 元件 那基本上RUN期